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要來趕快 向佩芬姐來請教 因為佩芬姐 其實對城中城大樓 這次發生將事 其實心裡面 也有很多的感慨 過去這棟大樓 在高雄來講 算是很風光 裡面有百貨公司 有戲院 還有什麼景觀餐廳 這都是盛極一時的 不過後來呢 當然因為22年前 也發生了一場大火 但是當時那場大火 是無人傷亡的 可是在此之後 城中城大樓 就比較沒落了 一直到現在 請教佩芬姐 你知道嗎 我其實吳敦義在那邊哭 其實我比他更早 就到高雄 在1989年 在中山大學 在籌備時候 我就在那邊 所以事實上 我對高雄滿熟的 是 高雄曾經是台灣 最繁華的城市 比台北還比較老了 比台北市還要繁華 因為他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去看的時候 高雄在大同百貨 全台灣第一個 有那個電伏梯的 那個百貨公司 那這棟大樓在高雄 是真的非常壯觀 遠遠一看 就是那棟大樓 當初四周 還沒有那麼多房子 那你說 吳敦義去哭 我覺得他也沒有必要哭 當然就是說 他曾經做過市長 那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大家說 陳其邁要去彈劾 會幹嘛 因為過去曾經有過 比如說威爾康 大火的時候 李登輝有道歉 那個林伯榮市長 有停職 然後被調查 但是你說 陳其邁要不要負責 任何人做到那個市長 那個官運真的很重要 今天如果韓國瑜 還在做市長 他照樣會發生大火 所以不是哪個政黨的問題 這整個大樓就是說 這麼多年 剛剛那個昌浪議員講的 真的很精準 全台灣到處都是這種 那我覺得住商大樓 在台灣是很奇特的現象 在世界很多國家就說 商業大樓就商業大樓 住宅就住宅 台灣是住商大樓 你隔壁出來就是一家公司 然後那邊出來就是一家住宅 這個在台灣其實很特別 但是你說要去管理設管委會 很困難 台灣你知道 不要說那麼大的樓 你就算20戶要成立一個管委會 都很辛苦 你要去看那個收管理費的時候 你就知道有多困難 所以不要說這種 不要說龍舌雜處 那麼雜的一個地方 其實是蠻難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管理的問題 那你說台灣今天 這件事情 第一個發生的時候 你是不是中央可以立法 就是住商大樓 你把它分開 沒有辦法 因為居住的問題 那這些人你把它弄到哪裡去 現在說是安插到社會住宅 或者其他住宅 但是基本上台灣有很多弱勢的群眾 你說他這個三千四千塊 租一個房子住在那邊 他根本沒辦法在其他地方住 所以我覺得台灣基本上 居住正義到今天事實上是問題 可是這個管理的特色 就是說中央真的要立刻立法 那你記得那個時候就是說丟那個灰燼 惹出那個火的 你最終只能判他五年 他闖那麼大的貨 46條人命 然後他的責任就是五年 五年然後你就說關起來半年半 一半就可以跑出來 我覺得這是很荒唐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台灣常常就是說立法的問題 那你說今天國民黨去消費這個火災也好 什麼也好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有這種問題 都有民意代表動那張嘴 所以陳其邁才會被人家叼出來說 你當初叫胡志強下台 其實陳其邁是真的很倒楣 他如果這個時候沒有去接那個東西 也輪不到他負責 任何一個市長在那個位置上都可能碰上 但是你說我們今天那個四方委員的那個助理在這邊 你知道他說高雄那個韓國瑜也做了一年兩年 其實這個不是哪個的問題 韓國瑜也是很倒楣 你如果沒有去選高雄市長也沒有那個問題 但是問題哪一個市長該負責 其實從王育營開始要負責 那你說中央要不要負責 當然要負責 因為你整個的住宅的政策就有問題 然後你這些弱勢 你知道他住哪裡 台北也有 不是台北沒有 台北在首善之區 也有這種住商大樓 也有那種真的入不敷出那種三千塊 靠這種養家的人住在那種地方 而這種方式就是說 最重要就是剛剛昌昌議員講 你堆很多雜物在那個樓梯間 你不要說那麼大的大樓 像我們住的地方比較簡單的 也有啊 有些家庭就把很多東西都堆在走廊 是有人來檢查 說你們妨害人家逃生 可是你能去拐嗎 好像也很難拐 他真的就把他堆在外面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說 立法是不是真的可以管 我覺得這個也是問題 如果中央沒有立法 地方你叫他怎麼去落實 王玉瑩也是夠能幹的市長 然後這個歷任市長 你不管城局也好 什麼也好 只是今天韓國瑜當初 為什麼可以做去選上 他就說高雄又老又窮 我剛剛已經講 高雄曾經是最富有的城市 最繁華的城市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說 當年你知道我們很多人喜歡買破萊品 你知道那個東西一拿到高雄 兩個鐘頭就全部掃光 有錢人真的很多 當年的拆船的大王們 在那個高雄多有錢 所以我覺得中央真的要立法 我覺得國民黨不要趁這個機會去消費 你就是敦促中央 在立法院把那個法修出來 雖然有點緩不濟急 但是總是來得及 以後還有很多問題會出聲 對 趕快修法 避免類似的事件 類似的悲劇再重演 不過這邊我們要趕快再來請教真理 因為這次發生這樣的憾事 當然有很多政治人物都南下到高雄 要去悼念 或者是到醫院裡面去探視傷者 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也到了高雄 結果他說現在是怎麼樣 高雄對政治人物有差別待遇嗎 為什麼蔡英文總統進得去探病 而他不行 所以他就抱怨說 這個是不是最新的探病標準 要像總統一樣打兩劑高端才可以 打AZ不算 話裡面非常的酸 請教真理 朱立倫 這一場大火在10月14號的凌晨 兩點多發生 那剛當選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 他就像剪刀槍一樣 他馬上下午就挑出來批評高雄市政府 那隔天南下之後呢 又以到高雄 又以探視傷患的名義 然後將城中城的漢視 那當成自己新上任的表演舞台 那在傷患面前說 這時刻我不會多講 但下一秒轉身又跟媒體說 請陳其邁要負起責任 面對他這種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的雙重標準 只會讓我覺得噁心 還有當過新北市市長的朱立倫 我想請問他 當初八仙城報 你是過了四百多天 才有家屬的要求之下 才出面道歉 那現在面對城中城的漢視 誰都看得出來 他是為了要鞏固自己 在國民黨的聲望 畢竟因為他在今年當選國民黨黨主席 是以創新的得票率當選黨主席的 那在他批停陳其邁市長的同時 那陳其邁市長早就已經兩度鞠躬道歉 那相較朱立倫主席 你在擔任新北市長期間 到底是誰比較負責 那民眾心中自有評斷 還有當一九八零年 陳中城新建開始 歷任的市長都應該去關心 這次都是歷任市長 應該關心和面對的問題 那是什麼原因 讓陳中城沒落 還有讓原本的商辦閒置空間 變成了住宅使用 那陳中城事件裡面 是不是在每個縣市 都是一個弱勢的縮影 因為其實在陳中城 他只是一個高雄 一個小部分的建築物 但是在全高雄市 像這樣的建築物 一共有三十四棟 大部分都是所謂的 弱勢團體居住在這裡面 因為就像剛剛佩芬姐講的 一個房間可能 我只要花個三四千塊 我就可以租得到 對 那所以就是 老舊的大樓需要進行改建 那裡面的住戶該何去何從 才是我們的市府 還有中央 還有我們所有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政治人物所 應該要關心的話題 對 這個國民黨到底是這個消費災難 還是真正的關心這個 高雄市的市民跟居民 其實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可以值得好好來思考一下 那我們也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來看到的是 政壇的憲民風暴 民進黨台中市的立委 黃國書被爆料 居然他早年當過國民黨的憲民 好 昨天凌晨黃國書呢 已經發臉書要宣布退出民進黨 接下來也不會再競選立委連任了 好 現在轉型正義已經進到了深水區 可是國民黨的黨主席朱立倫 他拒絕承認這件事 跟國民黨政府的責任有關係 他說這個 他直接切割啦 說這個事情都是當時的情治單位所為 好 這句話就被行政院院長蘇貞昌狂酸啦 說你這樣朱立倫這樣說 這樣很像是說殺人的是那把菜刀 不是拿菜刀的人 這樣的邏輯對嗎 我們稍後回來 一起來討論